昨天下午,一架再有25名中國江蘇遊客的遊覽車 在行經台灣苗栗附近路段時,突然間失控翻覆 現場連同車上乘客、導遊、司機 和發生碰撞的沙石車司機共29人 其中遊覽車司機相重身亡 另有26人送醫救治 有乘客表示,當時感覺車輛在左搖右放 後方一架沙石車來不及煞車,撞上路兼護南 遊覽車撿回車道,司機被彈出車外,當場死亡 台灣導遊雙重命危,其他人受困車內 有些人自行爬出 消防人員趕到現場發現,外側,內線護南被數個撞毀 現場一片狼跡,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 次回到網路上 撞上路兜衛 行為人員無惡 警隊捕球 行為人員無惡 警隊小組